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收到几个中一的小朋友做徒弟 教他们将逐个3D弹景安装 现在安装了3个 又真的挺好 不单只是结构上坚固 反弹的弹力都稳定了很多 有些学生自主设计和制作 就是我们做STEM的老师 最希望见到的现象 所以弄弄弹器有什么所谓呢 他们可以做一对乐团出来 不过由于他们还未完成 现在考试 所以整个工作的过程 留下一次再做影片和大家报告 今天我想遵守我上次的乐意 拍一个影片出来教兽 怎样用OnShape来做组合件 即是将它设计的几件3D弹件 在电脑上组合起来 让它可以在私底面前映下 好了 我们回到OnShape的网站 只是看它主页这个动画 你就知道 它和我们一般所谓专业的CAT 软件 在功能上 一点分别都没有 就以王兆峰上一次设计的几件 为例 它在它的帐号上设计 但是分享了给我 所以我一样可以看到 和修改 只是这个功能 已经给我们看到云端版的好处 和其他人共用档案的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右击的设计按共享 开启连结共享 然后打入对方注册的电邮 选择可以编辑 你就可以和整个团队一起修改一个档案 事要要画出工程图 即是平时我们所说的三面图 现在简单得不得了 随意选择第一角头影 或者第三角头影 按确定 就侧视图 正视图 顶视图 都帮你画出来 至于我们画了这么多件 每一件件 想使用不同的材料和颜色 也是非常容易可以修改的 就以王兆峰所画这个key hole为例 右击部件 选择指定材料 由于我们用3D打印的 所以我在这里选择PLA 之后由于我们是用黄色材料打印的 所以就选择黄色 另外那件黄色部件 我们一样相同地处理 但是由于是云端运作的 所以画完之后需要refresh一次 颜色才会改变 现在我们手上已经有3个3D打印件 要装振它们 我们可以先打开主件 Body 在画面的左下角按加号 然后选建立组合件 就会在下面多了一个Assembly 1的选项 而这个选项正正就是组合件的工作区 在左上角按插入 就可以加入每一件组件 好了 现在我们准备加入第二件组件 由于其他两件组件 在其他文件之内 所以我们选择其他文件 加入Keyhole 如果发现Keyhole的颜色还未改变的话 就可能是版本不对的 我们会更改一下版本 然后才加入 用相同的方法加入第三个部件 有没有看到 现在每件部件的位置 以及方向都不妥当的 我们暂时不需要理住 待会才调整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们安装东西还需要其他部件 因为我们不是用胶水 我们想用螺丝 所以我们再次按插入 但这次就按标准内容 选择我们想要的螺丝 例如平头、圆头、输入M几 即它直径几多 以及长度等等的参数 我们就会得到一口 M5乘25的螺丝 然后我们用相同的方法 去选一粒M5的丝模 其实我们还欠很多配件 例如电磁铁 还有烤几棍等等 但今天主要想示范给大家看 如何去画面装嵌 所以我们就不画了 在装嵌方面 都有很多功能 但我主要用就是平面结合 滑动结合 旋转结合 几个 由于现在的几个件都颇复杂 那我就改用一些简单的部件 来介绍这几个功能 首先要讲的就是平面结合 例如我要将这两块板 T字形地安放 那我们选择平面结合 选择绿色这块板的底部 然后选择黄色这块板的面部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只是给了一个 两个面接合的条件给它 那就是说 它还可以在这个面上滑动 在这种情况 我们要给其他的条件 通常我会给多一个 平面结合的条件给它 就是将这个面和这个面 放在同一个平面上面 接着我们要讲的就是滑动结合 譬如这一条圆柱体 我们选择了它的外围 接着再选这块黄色板的洞 的内围 完成了之后 你会见到我们可以将 蓝色的圆柱体 可以沿着黄色板中间的洞 滑动 看到这里 大家会见到 我们的结合 其实还是动态的 还可以变化 这个对于我们将来 利用这些工件 来制作动画 是非常有用的 好了,最后我介绍多一个 旋转的结合 做法和滑动一样 但是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绿色板 是可以沿着蓝色圆柱来旋转的 学动了三个结合的方法之后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组件 先将每一件部件的位置 和方向调校大约对 会更加方便我们去进行装配 好了,不外乎 都是用刚才三个结合方法 我们先将螺丝 使用滑动结合 穿进去Body的孔里面 但是为了避免螺丝滑动 我们再加多一个平面的结合的 constraint 这样螺丝就可以插到尽了 我们稍微旋转一下 师母的方向 亦都是用滑动结合 将它装配在螺丝框上面 最后我们再使用旋转结合 将这个黄色的小部件 给螺丝穿过 流心在电脑上做事 就不需要和真实部件一样 因为现在我们穿了螺丝 才放这个黄色部件 其实是违反物理的 但是在电脑上 是可以这样做的 来到这里 这部分的装配已经完成了 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 制造整个敲击的动画 就要画其他部件 经过今天影片的讲解 让大家了解多些 有关on shape 的功能 只要我们和学生 都能够掌握如何运用它 再配合3D 弹机和CNC 的机器 其实创意真的可以无共无尽 好了 今天我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是卡绿斯 喜欢我的影片的 请你订阅 加一赞和分享出去 再见